习近平震动吓坏赵正永,传落了钱茂与赴寺院烧香,1月15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官网发布公告,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证接受调查网络图片日前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受当局调查其落马与秦岭为建别墅案有关消息称, 赵曾对习近平的六次重要批示,杨逢英为引中南海震怒,在习第六次批示后,已退休两年的赵玉感大事不妙,恐慌之下茂与前往西埃市香鸡寺烧香,1月15日晚8点半,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赵正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赵正永被证实落马前的1月9日,央视播放了一抓到底正风机秦岭为建整治史末, 专题片回顾了整个秦岭为建整治的史末大报陕西官场挑战,对抗中央,的整个经过报道称,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就秦岭北路西安段圈地建别墅问题,做出重要批示, 要求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关注此事但接到批示后,时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没有在中共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传达学习, 也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只是简单的批示省委督察室会同西安市委尽快查清,向中央报送材料, 同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就该事件上报时,1000多栋为建别墅缩水为2,02栋这一数字,从市里报省里,省里报中央一路畅行, 而陕西省委确定这一虚假数字,沿用了4年直到2018年8月中旬,在中共高层数次砖,门派员到陕西开展专项整治之下, 当地才开始对于下的违建别墅群进行拆除,如今已有1194栋违建别墅,被拆弹专题片中,未点名对整改清零敷衍了事, 的时任陕西省书记赵正永,进行批评与此同时一些有官媒背景的微信公众号也密集发文, 将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爆料的陕西千亿梅矿案,与赵正永连在一起文章称, 赵正永最后一次露面是到西安湘基寺拜访,及习近平对秦岭为鉴,做出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批示当天, 此时已退休两年的赵正永,于2018年7月3日,曾冒雨去了一趟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乡基寺, 港媒消息称,同年8月,赵正永已被调查虽然封间流传去过乡基寺平安又无事, 但赵正永不但被调查又被发现涉及多起案件,甚至有文章直指昔日的正法王, 背得动这么多热点案件嘛,目前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事件仍在持续升级, 越来越多的重量级权力高官,浮出水面8日中共政法委联合纪委国监委, 最高检,公安部等机构,已介入调查千亿矿产案,除了涉及秦岭为鉴别墅案, 和陕西千亿矿权案之外,台经杂志15日披露赵正永还涉嫌卖官, 搞小圈子,能源领域的贪腐等出身政法系统的赵正永, 还被指示江派高级马仔周永康的余毒, 与周永康长子周斌,曾有合作露媒之前报道称,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2006年前后设陕西渔林静边梅田套利百亿, 并影设时任陕西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的赵正永, 插手相助据公开资料。 赵正永曾长期在安徽省工作2001年, 调任陕西历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 省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务, 2013年起,兼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6年4月,现任副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任副主任委员。 赵正永在陕西期间, 因长期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 2004年被追查国际组织, 列为第一批通告名单, 2010年9月, 照访问台湾期间,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 控告其违反残害人群罪, 及民权公约规定要求内勤检察官紧急拘提赵正永。